星期三就是圣诞节了 有过节日习惯的民众 已经想好要吃什么大餐了吗 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 不过最近的餐饮业者 还是纷纷推出了圣诞大餐 要来抢攻高端消费市场 带你一块来了解 尖着芝芝作响的牛肋眼 最后再将鸭肝放在切好的肋眼牛排上 一道鸭肝牛肋眼就此完成 用鸭肝的这个油脂 遇到这个牛肉的肉汁的甜味 那吃起来的话 你能想象你应该是在 欧洲的乡村里面 还有甜点厨师 做出充满创意的 圣诞老公公样式的点心 那榛果酱跟搭配日本草麦脆饼 它的口感是比较有层次的 那口味上是比较浓郁的 比较符合我们这次椰蛋的主题 虽然不景气 许多餐饮业者 在圣诞与跨年的季节里 还是推出高档套餐 选择走高价路线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 就是说提高价格的部分 的耶诞节 目前也都将近定约八成左右了 也有业者走平价路线 推出七道料理不大五百元 因为圣诞节是我们美式餐厅 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一天 所以在订餐上面 差不多已经接近七成八成 剩下两成就是 看当天临时过来的老客人 随着国人越来越习惯过圣诞节 不少业者也趁机推出各式大餐 要抢供不同阶层的消费族群 新唐人的电视 张博顺才能报道 发表最终的约理 提供的厚度 将录音阅 养之下 但是既然没有